您的意思是 这场比武 还得签个生死状吗 生死状 飘逸哥 他们这是要置你于死地呀 是啊 飘逸 绝对不能签 朱飘逸 你要是害怕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朱飘逸 你怎么看 如果你不想签这个生死状的话 我不会勉强你 既然我答应比武 早已把生死置之渡外 我同意 朱飘逸哥 好 来人呢 上笔墨 吴玉 你现在上去阻止 也无济于事 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 有的时候男人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先教我 飘逸不会有事的 怎么 朱飘逸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朱飘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你躲得及时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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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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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哥 天一 你受伤了 没事 张大帅 你的人好像不行了 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给他疗伤了 作为习武之人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失武德 朱师傅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朱大帅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朱师傅 朱师傅 真是好样的 这次啊 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 是啊 朴爷 我爹要是知道这事儿肯定为你高兴 朱师傅 难得你年纪轻轻 既有这样的武学造诣 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 佩服 佩服 谢大帅 不过 不是我武功超群 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 我所发挥的 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了 今天晚上 把宴席摆上 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好 你们先下去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马宁儿是个王八蛋 你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 你 不是他的对手 队长 我 你好好养伤 你 马宁儿 你给我出来 马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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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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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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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杀我吗 你 你怎么会败给周飘夷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 我忍了多长时间吗 你 你 你 我 我知道你走晚会来报仇她 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 你要杀我 就动手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死 我就来满足你 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供 全部还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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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得好 我都看见了 我虽然杀过很多人 但是 我还是不愿意看见 人 临死前的样子 这会让我恶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 咱们就不用快玩抹角了 我早知道你要杀掉尹霄天 你 刚好 他也失去了他应有的价值 我不在乎你做他的位置 马宁儿 你有什么理想 我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 成为武林第一 武林第一 单打独斗算什么本事 男子汉大丈夫做事 就要做大事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不统领个十万八万的军队 实在是太可惜了 马宁儿 愿不愿意帮我统领军队啊 大帅 属下不懂 如何指挥军队 更不懂军事 我刻苦练功 只想在武林中 争一个名号而已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虽然你这次 没完成任务 但是 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从现在开始 夺取龙头杖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但是 你给我记住了 欣赏归欣赏 我的耐心 还是有限的 下一次如果再失败了 后果 你自己清楚